现在是越南时间早上8点4个字 那我在我的住宿的cafe这里呢 先吃我的早餐了 你看他们提供的早餐 蛮丰盛的 有两粒蛋 然后地门 还有这个tomato 还有这个菜 还有一杯三合一的咖啡 看这边吃的早餐的环境 蛮不错的 蛮喜欢的 蛮漂亮 OK 我要先android我的早餐了 我的脚车那天断掉的链呢 其实我一直还在收着啦 然后他的这个头呢 已经是坏掉了 这边 你看 坏掉去了 所以这个又要跟他再 剪短一节啦 那天那个脚车店那边呢 已经是跟我剪掉去一节啦 现在又再剪掉一节就剪掉两节了 是不知道能够不能够装上去啦 所以就猜猜看啦 我是 其实是有那个装脚车的那个 装脚车链的屠色 那OK啦 装上去啦 我觉得用推的话呢 我应该是来不及 抵达这个关口啦 所以装上去这个链呢 至少平路我还能骑啦 会比较快一点点 虽然呢 我是成功把我的脚车链装上去了 但是呢 我觉得我太久没有换脚车链了 所以我是把它装错了啦 然后我要把它拆出来的时候呢 你看我的这个 换链的这个图 它已经是外掉了 这个已经是不能用了 所以没办法啦 我那个链就 卡在我的脚车那边啦 那现在要先收拾我的东西 然后准备出发啦 然后我看应该会去找一个摩托店 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处理啦 如果不能处理的话 我就推脚车啦 我在镇上呢 是找到了一个脚车店啦 这边应该只是卖脚车的而已 我看他们应该是没有修理啦 因为我是没有看到它有这个 任何的 通知啦 然后 我叫了很多声 这边也没有人应 所以 看这边应该 希望也是非常的渺茫啦 OK啦 我就继续走吧 刚刚在那个卖脚车的店的对面呢 那边是有一间五金店啦 然后那个五金店的人呢 看到我的脚车的链呢 装到这样 乱七八糟 然后他就帮我巧了一下啦 好 现在呢 我的灰姑娘呢 她是已经可以开始骑这个屏路啦 那就变回之前的一样啦 然后我的gear的setting呢 我觉得我就暂时是这样子好了 我不想要再换了 因为我怕换一下呢 等一下那个链就断了 然后我那个链呢 其实是没有锁紧啦 因为刚刚是 锁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tools它就歪掉了 所以是 现在那个链是蛮脆弱的 好 但是暂时就先这样子顶着啦 我是问那个五金店有没有卖链跟那个cassette啦 他们是想没有啦 但是他帮我桥好 把我的那个链桥呢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了 现在可以 屏幕可以取了 然后下山也可以取了 就是上波的时候呢取不到罢了 好 这样的速度呢 应该是没问题啦 好 可以 来得及了 嘿嘿嘿 遇贵人啦 今天遇贵人啦 我 我在途中呢 遇到了一个太阳花园耶 哦 你看 这边全部呢 都是种这个太阳花的 但是它的这个太阳花呢 我感觉应该是矮小的品种啦 哦 它的花呢 其实没有很大多 然后 它也长得蛮矮的 啊 看 这样子矮矮就开花了 哦 超漂亮的 咧 拍一拍这边的山路给你们看啦 我觉得 是蛮漂亮的啦 哦 我不知道哦 我为什么对这种弯曲的山路 特别的有感觉的 哦 你看 这样子弯弯的 哇 好漂亮哦 然后那边是一个小村庄啦 哦 超美超美的 哦 哦 我等一下呢 就是要一路滑下去 滑到前面的那座山那边啦 我现在呢 是来到了一个村庄这里啦 这间呢 我感觉上 不晓得是他们的学校还是什么啦 看到有很多这个小孩子 然后我现在呢 是在一个 这个 住家这里 他们有卖这个Virtual的Topout Card啦 所以我是买了一张这个 2万块的Topout Card 然后这边的老板呢 是这个小弟弟啦 看 这样小就做老板了 哎 这边超多小朋友的 超可爱的 结果呢 最后还是逃不过这个断链的结局啦 哦 才骑没多久了就断了 我现在那个锁链的Tools呢 已经是坏了 没有办法锁链的 没有办法锁链啦 好 那 没有办法啦 接下来呢 就要推脚车啦 哦 anyway 先不要管那个脚车啦 给你们看这边的这个山谷的这个风景 哦 蛮漂亮的 蛮喜欢这个山谷的 蛮喜欢这个山谷的 蛮 OK啦 推在这种山路 我是觉得OK啦 我觉得它的风景美 所以 我是甘愿啦 在这个山路旁呢 它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甘愿啦 哦 看 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社区 蛮有感觉的 他们的屋子哦 有一些哦 你看他的墙壁哦 是用这个 哦 泥 建成的 啊 然后那边呢 我觉得是可以去参观的啦 他的这个 他们的屋子 哦 但是 我要走的路线呢 是 这边啦 是走上山啦 所以我是 没有下去啦 哦 OK 继续 推我的脚车啦 哦 还好呢 今天的天气呢 是多云啦 没有很热 哦 它这边的风呢 是蛮凉爽的 所以是推到 蛮轻松的啦 我现在呢 是来到了一个 观景的地方啦 哦 你看这边的山哦 全部都是石头大丸 哇 这个很特别的 哦 那边上面是有一个顶纸啊 我们来看看一下 啊 这边是有一些 这个讲解 哦 那 23号 Moon Surface 哦 所以这个 这个石头花的 看来名字叫做 月球表面 啊 你看哦 我们呢 现在是在这个 23号 所以等下我会 沿着这条路 这样子走下去啦 哦 看他这边 一路哦 都是很多这个 景点的呢 哦 哇 这个 这一区 蛮不错的 哦 哇 蛮漂亮 OK 现在要走过去那边看啦 去那个厅子那边 哦 那 在 厅子前面这边呢 它是有一个 这个 卖烧烤 卖饮料的这个 小小的 探口啦 啊 这些是 卖烧烤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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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哦 很有感觉 两两的这边 哦 然后这边是什么 这个是梯子嘛 哦 这样又 能够爬美 哇 你看 很有感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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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有一些这个少数民族 他们在做梦 我去看一下 哦 在洗衣服啊 竟然在这边 诶 不是洗衣服 还洗了个布诶 你看 这样长长的布 不知道是哪里做梦的诶 哦 这边还可以直直这样子 沿着这个路段走下去了 那边前面是看到 有一间建筑啊 我感觉上是厕所来的 哇 蛮漂亮的景色 哦 很美很美 OK 好 我要 继续滑下去了 我走到一半了哦 突然间有两只狗在这个 门上面这边飞我了 哦 哦 他们是怎样上去啊 太强了 好 OK啦 拜拜了 不跟你们玩了 我发现到哦 其实哦 在这边 徒步哦 蛮爽的 蛮舒服的这个地方 它这个海拔大概是1460多米啦 然后现在 啊 已经是 下午一点钟了 还蛮凉爽的 哦 不错不错哦 这个地方 我感觉上天 特地弄断那个链 就是让我来体验一下 在这个山头这里 突破了 哦 我蛮喜欢的 其实 蛮享受的 来 给你们看 这个就是 他们用这个泥 哦 建成了屋子啊 他的墙壁 是用泥建的 哦 这边呢 这些应该是他们这个部落的屋子了 然后前面呢 都会钓这个干草 我不知道是什么草来的 哦 这边是一个小小的 哦 算是村庄啦 哦 这个叫松拉 现在是越南时间 下午一点九个字 那我在这个村庄这里呢 先吃我的午餐啦 哦 我是点了他们的这个更饼盏啦 哦 这样子一set呢 是五万鸡脯啦 大概是马币九块八左右 哦 有这个菜 有这个豆腐 然后还有这个猪肉 哦 还有一碗糖 啊 OK 我要先开动了 途中呢 经过了一个这个 Cultural Village啦 所以就进来这边看看一下 那我的灰姑娘呢 是 巴在这边啦 哦 然后你看这些应该是 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孩子啦 啊 他们 玩这个乐器 看起来是不用入门票的啦 因为我们有看到有人在这边收Ticket 这是他们的屋子 然后这边有一些当口是卖他们的 哦 这些是药材 哦 应该是药材来的 他们这边 啊 山上的少数民族的屋子 啊 要Ticket的啦 我看到Ticket booth了 哈哈 OK 这个是 少数民族的 他们的服装 哦 蛮漂亮的耶 真的是很美耶 哦 看 哇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 嘿 这边要Ticket 30k OK 先买Ticket先 他的Ticket呢 是1万吨罢了 1万吨 30k呢 是Coffee 来的 哈 进去里面走走看看 1万我觉得不贵啦 大概 就马币2块钱这样子 哇 哇 哇 这些是领子来的咧 哦 哇 山领子啊 看一下他们的 village 这是卖咖啡的 走进来这边看着 这是 哦 OK 假的 我以为是真话来的 但是也是蛮漂亮的啦 蛤 这里呢 是一个 flower garden 啊 这边全部是花来的 但是他的花 好像开到不是很多 哦 那个红 那个红色叶 啊 那个红色叶子也是假的 嘿嘿 OK 好 他的garden大概是这样 现在去看他的屋子 蛤 蛤 蛤 他们这样子钓 这边是什么? Homes Furming Story of Pau 所以这个是一个电影的拍摄 这个拍摄地点 他们的屋子很多都是用这种石头搭建起来的 然后要不然呢就是用这个 这个泥啦 来给你们看 这个泥 真的是泥欸的 蛮有感觉的 看 很美很美 很漂亮 木板做的 哇 然后 他们的屋子前面呢 都会有挂这些 这个是什么菜啊? 花肠豆啊? 豆啊嘞 一些照片 应该是他们的家来的 里面应该进嘛 我感觉里面应该是人家的家 就不进了 哦 蛮漂亮的 还有挂加工 这里是挂来过后是要拿来吃的 还是什么 这个还是辟邪的作用 不明白 不晓得 好 这间 这个应该是可以进去上官 看到人家进 好 进去看 这个是他们的业绩 好 看下他们的厨房 哇 很有感觉叻 这种地方拍照的话 很漂亮叻 但是 他的这个GAS就有点格格不入了 我觉得应该要用火炭 比较有 比较有味道一点 看他的客厅 没错 这是什么? 这是太暗了 看不到这 好 再往里面走一些呢 其实还会看到一些其他的这个屋子 但是我感觉呢 这边里面的屋子呢 都是有人在居住的啦 应该是不能够进去参观的 那给游客参观的呢 应该就是只有我刚刚进去的那一间啦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山上的一个观景点啦 在下面的那个市镇呢 就是我刚刚吃午餐的地方了 哦 原来它不是一个村庄咧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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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推到这边来了, 然后这个方向呢, 沿着这条路, 我只只在走大概多7公里了, 那边就是中国啦, 但是我不是走这个方向啦, 我要这个方向前进了。 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半了, 接下来的路段呢, 他就是一路就是下坡, 然后回到一个市镇。 那个市镇呢, 距离这边大概还有20公里, 他20公里呢, 都是下坡路了。 我在途中呢,遇见了一片花海啦, 你看, 这边一整片呢, 都是它的白色的花海的。 哇,很漂亮哦。 然后, 等下我要去下去的路段呢, 就是这里啦。 你看现在有太阳, 把那个山照到几漂亮。 啊, 那个, 这边呢, 也是一个小市区啦。 哦, 很美咧, 这样子在山谷。 看, 那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梯田。 啊, 蛮漂亮的。 现在这个景色呢, 啊, 真的是太漂亮了。 它的阳光呢, 真 perfect。 我觉得哦, 如果我不拍多几个short, 我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啊。 哇, 你看, 你看。 太美了, 太美了。 哦, 它的山。 哇, 它的阳光照到刚刚好。 哇, 我太爱了, 太爱了。 哇, 这边的路段哦。 真的是太美了。 神仙街啊, 这个。 哦, 太爱太爱了。 很美啊。 相信我, 它这样路, 真的是很值得很值得很值得过来。 哦, 哦, 现在不是它最美的状况哦, 都已经这样美了。 哦, 我相信年尾的时候过来哦, 哇, 这边的景不绝啊。 哦, 你看它的景色。 哇。 给你们看这边的山景。 哇, 超漂亮, 超漂亮的。 哇, 我很爱叻。 但是那个电线有点走顶啊。 哇, 太美了啦。 哎呦。 哦, 这样子连绵的山脉我真的是不能顶哦。 哇, OK, 看一整天了, 这个山。 哦, 然后这边的这个景啊。 也是蛮漂亮的, 你看。 哇, 它的山。 好美好美啊。 哇, 阿江路, 阿江路。 我真的是爱上了, 爱上了。 哇, 不行了, 不行了。 我没走一小段路, 我都要停下来拍一下了。 哇, 这个连绵山脉, 太美了。 哦, 你看那边有个女生坐在那边。 几摇影啊, 几酷啊。 哇, 很美很美嘞。 哇, 我的灰姑娘。 哦, 配这个山景。 哇, 太美了。 哇。 哇。 这是什么? 哦, 有名字了咧。 蛤? 叫... One Child Road Book。 啊? Unesco Global Geopark。 哦, 我又停下来了。 哦, 又要在拍这个景啦。 哇, 真的是美得不像人间。 哦, 太开心了。 嘿嘿。 很漂亮很漂亮。 哇, 好不容易哦。 在一个小村庄这里看到setup这个字呢。 哦, 脚车。 然后它这个setup。 然后它是有bicycle chain啦。 但是它的bicycle chain哦, 跟我的这个size不合啦。 所以, 啊, 没办法啦。 它是跟我说, 在那个阎明的市镇那边是有脚车店。 这边距离那个市镇呢, 已经是5公里了。 我只要这样子这样滑下去呢, 就会到那个市镇啦。 好, 我在镇上呢, 是找到了一个, 啊, 这个看起来像是修理脚车跟摩托的店啦。 哦, 你看它这边, 啊, 什么tools都有。 然后, 啊, 啊, 这个小哥呢, 它是在帮我处理这个链啦。 好,它跟我换上一条, 这个SIMANO的。 我问它, 我的那个cassette要不要换呢, 它是跟我说是不需要啦, 换链就可以了。 果然啊, 我就说嘛。 蛋蛋换链呢, 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啦。 它在平路的时候呢, 我已经是感觉到 它有一点点跳了。 好, 然后我现在是 在爬这个波啦。 它是完全 没有办法上了。 好,所以我现在呢,又是要推脚车啦 好,那现在已经是傍晚6点两个字了 然后,我是想要去住一家家住宅啦 但是我还没有买房啦 那个家住宅呢,它就有床位啦 那边就比较便宜一点 刚刚在那个市镇里面呢 它的酒店跟它的酒店呢,价格都蛮高的 所以就不想住那里啦 好,我刚刚换这个链呢,它的价格是 15万吨啦,大概是29块半左右 比我那天在那个,那个 Milwag那边换的那个哦 它进来要转我20万吨诶 然后那个20万吨的那个角色链呢,是普通的角色链 它现在跟我换上这条呢,是Shimano的 好,换了在那个Milwag那边 它根本就是想要看我 啊,哎 OK 我要加快脚步了 现在其实已经是快要天黑了 太阳要下山了 好,我距离那个民宿呢 应该还有大概5公里左右吧 最后的最后呢,我还是没有去成那间 Homestay啦 因为现在已经是傍晚6.9个字了 差不多要天黑了 然后我在这个山路的旁边呢 找到了一个这么大块的空地啦 但是这边呢,全部是不能载营啦 因为它全部都凹凸不平 然后就刚刚好有这么一个小块的空地 所以我的这个帐篷的size 特地多出来给我在这里扎营 上天留给我的 那灰姑娘呢,今晚就要躺着啦 没有办法啦 好,虽然这边距离我那个Homestay呢 还剩下大概2公里左右啦 但是我推脚车的话呢 可能就要半个小时啦 好,不是很想在天黑的时候走山路啦 所以就不去Homestay啦 OK,那今天就这样子咯 这边可惜的是没有山景看啦 但是还是有这个虫鸣鸟叫啦 OK,大家晚安咯